最近香港的一名记者用纪录片的方式采访了一名当地富婆的奢华生活 片段在网上曝光之后引来网民的踏伐 被访者因此相当的不满将这名记者告上了法院 开着上百万元的法拉利跑车到香港中环的名店去购物 接下来去美容院健身客 无忧无虑的生活就是这位香港富豪太太一天当中奢华生活的一部分 她可以不用做事又可以到处去玩 90万一个的爱马仕包包 一二三一共三个 还有其他品牌的手袋加起来要好几百万 奢侈的生活不仅仅呈现在打扮方面 小时候尝过穷困的生活家里没有抽水马桶 因此对卫浴用品也有很高的要求 富婆的老公是香港的烟草商人 一家人住在香港伯父林的临海豪宅 夫妇俩认识的时候并不富有 现在变得有钱了 因此就让太太随便花费 访问片段被剪辑成12分钟的短片放在网络上面 不过有钱也不代表会快乐 丈夫差不多每周都要出差一遍 太太没有倾诉对象感到孤单 私生活被曝光之后 有网民觉得片段中主角是爆发户 不过也有人认为富豪夫妇是白手起家 片段中的真性情反而是值得大家欣赏 但是视频公开之后 这位左姓富婆本人却很是不满 表示原本片段的主题是讲说富豪如何照顾家人 没想到却成为了炫耀奢侈生活的片段 并表示要把拍摄记者告上法庭